这里是字里行间故事会,今天彭叔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莫言的短篇小说,一匹倒挂在杏树上的狼,元朝的时候,我们那地方荒芜人烟,树林茂密,野兽很多,有狼有豹有蛇利,据说还有一窝老虎,明朝的时候,朱元张夏另往这里移民,还把一些犯了错误的人演来, 这里人烟渐多,树林被砍伐,土地被开垦,野兽的地盘渐渐缩小,到了清朝初年,我们这地方就成了比较附属之乡,树林更少了,野兽自然更少,到了清末明初,德国人在这里修建铁路,树木被砍伐静静,野兽彻底地丧失了藏身之地,只好眼含着热泪,背井离乡, 迁移到东北大森林里去了,到了近代,国家忘了控制人口,使这里人满为患,一个个村庄,像雨后的毒蘑菇,庸庸挤挤挤地冒出来,千里大平原上,全是人的地盘,野兽绝技,别说狼虎,连野兔子都不大容易看见了, 大人吓唬小孩子,虽然还说狼来了,但小孩子并不害怕,狼是什么,什么是狼,大孩子在连环画上也许还看到过,小孩子脑子里就一团模糊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突然有一匹狼深耕半夜里,进入了我们的村庄,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被拴住一条后腿,掉在杏树的枝叉上,杏树生长在我们的同学徐宝家的院子里,树棺庞大,满身八流,是个老树, 哇,门曾经蹲在树枝上吃过杏子,现在,狼被挂在我们蹲过的树叉上,今年的杏花已经落了,鹅黄色的叶片间,密集地生长着毛茸茸的小杏,听到狼的消息时,我正在去学校的路上,同学苏维埃从学校的方向迎着我狂奔而来,我拦住他问,苏维埃,你跑什么? 是不是你娘死了?你娘才死了呢?苏维埃气喘吁吁地说,这傻瓜,还到学校去干什么?上学呀,难道今天不上学了?还上什么学呀?他说,都到徐宝家看廊去了,都去了。苏维埃不再跟我废话,朝着徐宝家的方向跑去。 苏维埃是个很不诚实的孩子,他曾经对我们说,快快快,快去生产队的饲养室里看看吧,那头蒙古母牛生了一个妖怪,有两条尾巴五条腿。 我们一窝蜂窜到饲养室,才知道是个偏局。耽误了上课,老师把我们训了一顿。 我们对老师重复了苏维埃的谎言,老师揪着他的耳朵,把他拖到门外发战。 我们在教室里,听老师讲枯燥的算术,他在门外对着我们扮鬼脸。 我追着他的背影喊,苏维埃,你又在撒谎。 爱信不信,他不回头,一边喊着,一边朝着徐宝家方向跑去。 我还在犹豫不定,就看到一大群人,从我们学校的方向跑过来了。 人群中有老师,有学生,还有村子里的干部。 你们这是干啥去?我问。 我们班的体育委员王金美推了我一把,说,走走走,看狼去。 他长了两条仙鹤腿,跑得快,跳得高,连男生都不是他的对手。 我紧跟着他跑起来。 他的步伐很大,他跨一步,我要跑两步。 他很友好的伸出一只手,拉着我的手。 我紧挪小腿跟着他窜,就像骏马尾巴后的一头笨驴。 我和王金美是徐宝的好朋友。 我们三个之所以能成为好朋友,是因为我们都喜欢看小人书。 我有一整套的三国演义连环画。 王金美有一整套的铁道游击队连环画。 徐宝什么书都没有,但他会刻图章,还会讲一些令人胆寒的鬼怪故事。 徐宝少年老成,额头上有抬头纹,咳嗽起来活像老头。 看熟了三国演义,他额头上的皱纹更深,整天说一些老谋深算的话。 我们不高兴他这样,就骂他,骂得徐宝,不许冒充诸葛亮。 我和王金美叫他老徐,他听得很喜欢。 每逢星期天,我们就坐在他家的兴术叉上,或是看那两套看了几百遍的连环画,或是听他讲鬼故事。 徐宝的爹死了,徐宝和他娘一起过日子。 我们认识徐宝的娘,徐宝的娘也认识我们。 我们认识徐宝家房檐下那两只燕子,那两只燕子也认识我们。 我们坐在杏树叉上看书入迷失,那两只燕子就蹲在院子里晒衣服的铁色上看着我们。 我们还认识经常到徐宝家来玩的小炉匠张球。 张球脸色电青,外号古巴人,也有叫他张古巴的。 他阅历丰富,闯过关东,有一手举锅举盆的好活,据说能把电灯泡从里边举起来。 我们坐在杏树叉上,可以看到他坐在徐宝家的抗炎上跟徐宝的娘说话。 等我们跑到徐宝家的土墙外便是,院子里已经挤满了人。 后来的人还想挤进去,两扇不坚固的大门呲呲嘎嘎响着,连那个小门娄子也在摇晃。 院子里一片乱哄哄的议论声,听不清楚人们说了些什么,只听到徐宝大声喊叫,都走吧,都走。 有什么好看的?真是的。 想看就回家等着去吧,没准今天夜里郎就到你家去,听到了老朋友的声音,我们兴奋地大喊,老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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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回答我们,我们听到他在院子里大声赶人,滚滚滚,都管,把我们家的大门挤破了。 王金美发挥了他的体育特长,伸手抓住土墙头,一蹿就上去了。 我也跟着往上蹿,上不去,着急。 老王,拉我一把,真笨,还是个男的呢。 他伸手把我拽上去,墙外的人受到我们的启发,跟着跳墙。 徐宝举着一把猪扫帚,挤到墙根,对着墙头上的人连戳呆骂,混蛋。 下去,下去,除了我们,爬上墙头的人都被徐宝给戳了下去。 老许,老许,还老许什么? 他把我们落下墙头,说,你们带了坏头,把我家的墙头草都给毁了。 对不起,老许,对不起,老许,别客气了,跟我来吧。 我们跟着老许,向杏树下挤去。 闪开,闪开,老许头前开路,用扫帚把子粗鲁地戳着人们的腰和屁股,闪开,闪开。 我们挤到杏树下,眼睛一亮,见到了这匹神秘的狼。 我们看到他时,他已经被拴住一条后腿倒挂在杏树的岔子上。 他的头和我的脸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后边的人一拥挤,我的鼻尖就触到狼的额头。 我从他的头上嗅到了一股烟熏火了过的气味。 他的身体有一米多长,全身的毛都是灰扑扑的。 那条被拴住的后腿承受着他全身的重量,显得特别稀长。 他的尾巴与那条没被拴住的后腿委屈地顺在一起,往下搭拉着。 尾巴根子正好遮住了他的屁眼,使我们一时也分不清他是公还是母。 奇怪的是,他的尾巴只剩下半截,割齐齐地,散着一撮长毛,好像是被人用铁锹铲铲掉的,或是让人用菜刀剁掉的。 这是一匹瘦骨临寻的狼,肚子两边了一条凸显,肚子扁扁的,看样子胃里没有一点事。 当然,他被挂在树上时已经是条死狼,否则我怎么敢与他面对面呢? 后边的人拼命往前挤,像浪潮一样。 我的头先是撞到狼的头上,然后和狼的头一起背挤到杏树的老树干上。 狼头坚硬,宛如钢铁。 王金美的脸和狼的肚子贴在一起,弄了他一嘴狼毛。 狼正褪毛,轻轻一捏,便成错脱落。 王金美呸呸地吐着狼毛,大声喊,挤什么,挤什么。 老许推了我一把,说,伙计,咱们上树吧。 我们三个轻车熟路,爬上杏树的枝叉,坐在习惯的位置上,轻松地输了一口气。 我们居高临下地看着道调的狼和庸庸挤挤的看狼的人。 当然也有人满怀醋意地看着我们。 苏维埃在人堆里点着脚尖大喊,老许,让我也上树吧。 想上树,老许轻蔑地说,那要绑住你一条腿,把你吊起来。 众人哈哈大笑起来,人们能看到狼的就看狼,看不到狼的就仰起脸来看我们。 有的人还趴在徐宝家窗台上,往屋子里望着,好像要窥探什么秘密。 在人群里,我突然看到了班主任老师陈增寿,他个头很高,脖子特长,三脚脸上生满了粉刺。 看到他时,我的心里不由地咯噔了一下。 他的严厉在我们学校是有名的,无论多么调皮捣蛋的学生,到了他的班里都变得服服帖帖。 这家伙像训手师一样,掌握着一套训服野学生的方法。 我们私下里送给他的外号也叫狼。 我低声对老许说,坏了,狼来了。 我已经有了对付狼的经验,我已经根本就不怕狼了。 老许大声地说,好像故意要让狼听到似的。 徐宝,给大家说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狼在人群里举起一只手,对着树上的我们摇了摇。 树下的人们困难地扭回脖子,看看陈增寿,然后又举目看树上,七嘴八舌地说, 对对对,徐宝,快给我们说说。 徐宝好像还嫌不够高似的,手扶着树叉站起来。 他起身太猛,头碰到上边的树叉,杏树的枝叶速速地抖, 使几颗缺乏营养的小毛性像雨点似的落在地上。 我看到徐宝不满小八的腿在打哆嗦。 树下的人说,坐下说,坐下说,我们能看见你,于是他就坐回了原处。 他清了一下嗓子,说,昨天夜里,我在东间屋里给王金伟刻图章, 从窗屋外边刮了一阵风,把油灯刮灭了。 我化着火把灯点燃,这时,俺娘在西屋里说, 宝,这么晚了,还点灯熬油地干什么? 给同学刻图章呢。 火油五毛三一斤啊,快睡吧,俺爹死得早, 俺娘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不容易, 我不敢惹她生气,就吹灭灯,爬到炕上睡了。 我刚要睡着,就听到俺娘在西屋里大叫一声, 我没顾得上穿衣服,就跑了过去。 娘,怎么了? 宝宝快点灯,我花火点上灯, 看到俺娘围着被子坐在炕上,脸色像黄杏子似的。 娘,怎么了? 俺娘把头往墙上一靠, 哎呀,吓死我了,什么呀,娘? 你赶快端着灯,炕前锅后地照照, 看来有声东西,我端着灯,炕前锅后地照了照, 什么也没有。 怪了,什么都没有,娘着急地说, 肯定有东西,有个毛茸茸的大东西压在我身上, 还用大舌头舔我的脸呢? 我端着灯,更仔细地把墙角嘎啦都照了, 什么都没有,您肯定是做了噩梦。 我还没睡着呢,做什么噩梦? 娘伸手摸摸脸,你试试,我的脸上还黏乎乎的呢? 那肯定是您睡着了流出来的口水。 放屁拉骚,我会流出这样的口水。 我回到东间里,看着月光很明地从窗帘间射进来, 心里想着那个用大舌头贴俺娘脸的毛茸茸的大东西, 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这时,俺娘又发出一声尖叫, 比刚才那一声还要可怕, 我顾不上穿衣服,就跳下炕, 跑到席间房里。 俺娘哭着说, 宝宝,快快点灯。 我慌忙点着灯, 看到俺娘用手捂着后脑勺子说, 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我拉开俺娘的手, 把灯凑进俺娘的头, 一看,不得了了。 俺娘的后脑勺子上, 有四个像豌豆粒那么大的洞, 上边两个,下边两个, 洞里流出了黑血, 看样子很深。 俺娘将身体缩到炕脚上, 吓得浑身大哆嗦。 俺娘打着哆嗦说, 宝, 一个大东西, 一个毛茸茸的大东西。 我说有毛茸茸的大东西, 你非说没有东西, 俺娘被吓坏了, 我心里也怕得要命, 但是我一想, 我是男人, 如果我也怕了, 那谁来保护俺娘呢? 娘, 你别害怕, 我给您报仇。 我从房门上抽下门栓, 紧握在右手里。 我左手端着油灯, 右手举着门栓, 在屋子里搜索着。 我搜遍了三间房子的每个角落, 连墙角上的老鼠洞都伸进门栓去戳了, 还是什么都没有。 堂屋的门是扇着的, 即便是真有一个毛茸茸的大东西, 它也只能在屋子里, 可屋子里什么也没有。 娘, 什么也没有。 有一个大东西, 毛茸茸的, 嘴巴里湿漉漉的一股臭气, 我心里纳闷, 看来屋子里有个毛茸茸的大东西是肯定的了, 有俺娘后脑勺子上的四个黑洞为证, 但是这个毛茸茸的大东西到底能藏到什么地方呢? 我心里怕极了, 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大东西, 如果我能看到它, 我心里的怕还不会这样大, 可怕的是我看不到它, 但它又确实存在着。 狗东西, 我大声喊叫着, 我不怕你, 我就是挖地三尺, 也要把你个狗东西挖出来。 俺娘缩在炕脚上说, 不是狗, 不是狗。 我端着灯, 在屋子里大声叫骂着, 来来回回地走着, 看样子我很野, 其实我是靠这样子, 给自己壮胆呢, 因为我听张古巴大叔说过, 无论什么样子的猛兽, 说到底还是怕人, 如果你自己先草鸡了, 他就扑上来把你吃了, 如果你不怕, 硬对着他走过去, 他就灰溜溜地跑了。 我和王金美交换了一下眼神, 对, 张古巴大叔的确这样说过, 而且是当着我们三个人的面说的, 那是在去年姓子黄叔的时候, 我们三个蹲在树叉上吃杏子, 张古巴大叔坐在树下抽烟, 徐宝的娘蹲在一块锤布式前, 用一根紫红色的棒锤锤打着一块白布, 远处传来不咕鸟持续不止的叫声, 咕咕咕咕咕, 咕咕咕咕咕, 近处是徐宝娘的不紧不慢的锤布声,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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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空气里满是麦子花的清香气, 混合尽性子的香甜和烟草的辛辣。 张古巴大叔仰脸看着我们说, 这三个孩子处得真是一气。 徐宝娘说, 安宝过一个, 没有朋友怎么行, 所以我在穷, 这棵树上的性子一个也不去卖, 让孩子们吃。 这两个孩子长大了, 没准就是安宝的左膀右臂。 张古巴仰脸看看我们, 坚定地说, 我信。 就是那天张古巴大叔给我们讲了许多东北大森林的故事, 也给我们讲了人跟野兽的关系, 还给我们讲了狼的故事。 古巴大叔说, 狼虽凶恶, 但全身都是宝, 即便在关东, 谁要能得到一匹狼, 也要发笔不大不小的财。 徐宝问, 在我们这儿, 谁要得到一匹狼, 那会怎样? 古巴大叔仰脸望着杏书上的徐宝, 说, 小子, 在我们这儿, 谁要得一匹狼, 那就要发大财, 出大名。 徐宝说, 老天爷, 那就让我得到一匹狼吧。 古巴大叔说, 只怕狼真的来了, 吓得尿了你的裤子。 狼是什么? 狼是山神爷爷的看家狗。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徐大娘训斥徐宝道, 宝, 王后不许说这些疯话。 古巴大叔道, 不要紧, 不要紧, 其实, 狼真要到了平原, 也就变成了狗。 是啊, 那人说, 娘的伤也只有张古巴能治好。 俺娘来了, 徐宝激动地说, 俺娘和张古巴大叔一起来了。 我们的目光越过土墙, 果然看到徐宝的娘与张古巴一起, 从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胡同里走出来。 徐宝的娘是个白脸长身的中年妇人, 因为头痛, 双眉之间捏出一个紫红的印子, 常年不退, 好像点了一个大胭脂。 她说起话来稀声稀气, 对我们态度和蔼, 我们叫她徐大娘。 张古巴大叔的牙其实并不很白, 但由于黑得发青的脸色, 她的牙看起来就特别白。 张古巴大叔与徐大娘站在一起, 对比鲜明, 黑得更黑, 白得更白。 众人主动地让开了一条道路, 让他们很顺利地来到了兴术下。 娘, 徐大娘, 徐大娘, 你们这些孩子怎么又上了数? 徐大娘娘脸看看我们, 悠悠地说, 她双眉间的紫印像一块葡萄皮, 两栽上有一些红韵, 好像喝了酒。 有一个女人问, 徐大婶咬得重吗? 她叹了一口气, 眼睛里汪着泪水, 说, 连狼也欺负我们孤儿寡母。 徐大婶, 让我们看看您的伤。 娘, 给他们看看, 他们还以为我在撒谎呢? 这难道还是件光冬的事? 徐大娘抬头看看树上的我们, 又转身看着院子里的人们, 要不是我们板胆大, 我就被这个狗东西给祸害了。 她掀起脑后的发迹, 陷出了那片伤痕。 那原本有四个深深的牙印, 但此刻那四个牙印, 被一些黑乎乎的高装屋覆盖了。 痛吗? 痛得我, 说句丢人的话, 痛得我放声大哭, 大汗淋漓, 衣服就像放在水里泡过似的, 多亏了她张大叔的药, 这要一抹上, 就感到一阵清凉, 虽然还是痛, 但比布抹药是轻多了。 张古巴, 你弄的是什么灵丹妙药? 告诉你, 告诉你我的饭碗不就打破了吗? 张古巴笑嘻嘻地说, 这是祖传秘方, 你如果想知道, 就跪下磕头拜师吧。 张古巴大叔从腰里摸出一把剪刀, 一个小布口袋, 他用剪刀仔细地剪下狼身上的毛, 一撮一撮地放在小口袋里。 老张, 你剪狼毛干什么? 按说我不该告诉你这尖嘴猴腮的货, 但是我不能不告诉乡亲们, 张古巴扫了众人一眼, 大声说, 乡亲们, 宝娘去找我时, 痛得呜呜地哭, 像个小孩子似的, 我拿出要给她抹上, 试个什么效果? 我不说, 让她自己说, 我看她也不用说了, 事实就在眼前明白着。 这药, 还是我闯关东石合成的, 这十几年来, 咱这周围十几个村子里, 被狗咬了的, 被猫抓了的, 都到我那儿去讨药, 都是药到痛止。 这药我只剩下一个湖底子了, 寻死着, 再也不能用我的药给乡亲们服务了。 但天赐良机, 药园来了。 药园是什么? 她剪下一撮狼毛举起来, 说, 药园就是这狼毛。 乡亲们, 心不轻, 义相忍, 今儿个我就把这秘方毫无保留的贡献给大家, 也为我自己积点应得。 把一两狼毛烧成灰, 用一两蜂蜜, 二两香油, 搅拌在一起。 要用新竹筷子搅, 左搅360圈, 右搅360圈, 再左搅360圈, 再右搅360圈, 一只搅到用筷子一条, 能拉出像猪网一样的透明细丝, 然后装进不透明的瓶子里, 放到阴凉处就行了。 乡亲们, 我这秘方要是卖给医院, 咱们这也得卖个三百五百的, 今天我把它无偿的贡献给大家了。 张古巴捡了一小袋狼毛, 对去大娘说, 别说咱这大平原地区, 现在就是东北大森林地区, 要弄匹狼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捡你这口袋狼毛, 就算我给你治伤的报酬了, 剩下的狼毛, 我看你把它捡下来, 何尝要卖给医院, 没准能让你们娘儿两个发点小财。 卖药的不积德, 积德的不卖药, 许大娘说, 乡亲们, 你们谁想喝药, 就过来捡狼毛吧。 宝娘, 张古巴说, 您这觉悟, 真是没说的。 乡亲们, 谁要狼毛? 我老张今日为大家服务, 俺要一点, 给俺捡点, 俺也来点,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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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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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身上的毛, 被捡得乱七八糟, 显得更加瘦弱, 从上边往下看, 如果不知道他是一匹狼, 一定会把他看成一条可怜巴巴的赖皮狗。 一个抱着小孩子的年轻妇女, 挤到前面来, 要了一搓狼毛, 他怀里那个拖着两道黄鼻涕, 正在一压血雨的小男孩伸出一根胖嘟嘟的手指, 指着倒吊在树上的狼, 含含糊糊地说, 狗, 狗。 张古巴大叔停住捡狼毛的剪刀, 目光炯炯地盯着那个小男孩。 男孩的娘显得很不好意思, 拍了一把男孩的屁股, 说, 傻孩子, 这不是狗, 这是狼。 男孩把嘴里的手指拿出来, 溜着哈喇子, 指着倒挂在信书上的狼, 说, 狗, 狗。 男孩的娘羞得满脸通红, 不好意思地看着张古巴, 再看看许大娘。 张古巴叹口气, 把一撮狼毛塞给那个年轻的妇女, 说, 别说一个吃奶的孩子, 这满院子的大人, 除我以外, 谁又见过狼呢? 张秋, 你给我们讲讲狼和狗的区别吧。 经着孩子一说, 我也看着这东西像条狗, 白胡子赵大爷拄着拐棍, 颤颤巍巍地说, 小孩子把狼看成狗, 是情有可原的, 可您经多见广的赵大爷把狼看成狗, 就丢了眼力架了, 张古巴盯着发问的老汉, 说, 要说狼不像狗,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狗的祖先就是狼, 但狗和狼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稍微有点见识, 就能分辨出来。 他用剪刀敲敲狼的脑壳, 发出砰砰的响声, 听到了吗? 像敲小鼓似的, 你们自己去打一个狗脑壳敲敲, 听听能不能发出这样的响声, 为什么? 狼是童头马赶腰, 他把剪刀踹进怀里, 搬起狼头, 让狼的脸朝向众人, 好看的, 狗脸是什么样子? 狗脸是那样的, 可狼脸是这样的, 他用手掰开狼嘴, 狼刺出两胎雪白的牙, 看到了吧? 狼牙是这样的, 可狗牙是那样的。 他扯起一只狼耳朵, 说, 狗耳朵是搭了着, 狼耳朵是支棱的, 他扒开一只狼眼, 狼眼是绿的, 狗眼呢? 狗眼是什么颜色? 谁能说出狗眼是什么颜色? 他抬头看看我们, 问, 你们三个大学生能说出狗眼的颜色吧? 我和王金美看着老许, 听得老许低声说, 黄色, 于是我们就像回答老师提问一样, 大声回答, 黄色。 对极了, 狗眼是黄色的。 张古巴大叔高兴地说, 现在, 我相信大家都能分辨出狼与狗的区别了, 他猛地放下狼头, 还用力推了他一把, 让他的身体在兴术下悠荡着。 张大叔, 一个满脸雀斑的小青年挤到前面来, 用手指指狼尾巴, 问, 俺有点闹不明白, 您说他是一匹狼, 俺看着他也像匹狼, 可他的半截尾巴是怎么回事? 你问这个呀, 张大叔用手拨弄了一下狼的半截粗大尾巴, 说, 这的确是个问题, 但如果你知道了狼尾巴的功能, 这个问题也就不成为一个问题了, 他环顾四周, 看到众人娇渴的目光, 得意地说, 我这辈子最有价值的是东北十年, 其余的都是白昏日子。 在东北, 狼不叫狼, 你们知道在东北狼叫什么? 我们在杏树上大喊, 张三, 对, 狼在东北叫张三, 为什么把狼叫张三?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我在东北问好些个白胡子老头, 请教为什么把狼叫成张三? 他们说, 祖祖辈辈都是这么个叫法, 他们也不清楚为什么。 到东北的头一年, 我在孙家大院里当马夫, 睡到深更半夜里, 听到圈里的猪滋滋的怪叫, 与我睡在一起的车和子马大叔一咕噜爬起来, 对我说小张小张, 快快起来, 张三来偷猪了。 我急毛火三地披上棉袄, 提着一把铁仙, 跟着马大叔就往掌柜家的猪圈那儿跑。 马大叔提着他的红鹰大鞭子跑在前, 我提着铁仙跟在后。 那天晚上, 不是十五就是十六, 月亮像个明晃晃的大银盘挂在半天空, 照着地上的雪, 亮堂堂要掩明, 就像大镜子似的, 连雪上的老鼠脚印都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大老远就看到一个张三, 用嘴咬着孙大爷家那头白色的大肥猪的耳朵, 用那条大扫帚一样的粗尾巴, 啪啪啪地抽打着肥猪的屁股。 那头大肥猪没命地叫着,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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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嘖, 一边叫着, 一边跟着张三往花木林子里跑。 那情景真是好看极了, 大月亮明晃晃地照着白雪, 张三的大尾巴啪啪啪地抽打着猪顶, 卷起一阵阵血粉, 好看极了, 真是好看极了。 我看到这情景就呆了, 马大叔抽里边, 没打着张三, 打在了猪顶上, 这等于帮了张三的忙。 马大叔说, 小张, 你还傻愣着干什么? 上啊, 我提着铁仙冲上去, 对准了张三的尾巴, 就是一家伙。 众人都喘了一口粗气, 仿佛亲眼看到了张古巴铲断狼尾巴, 救出大肥猪的情景。 现在, 你明白了他为什么只有半截尾巴了吧? 张古巴对那个雀斑脸青年说, 雀斑脸青年点点头, 因为兴奋, 他的脸皮发红, 好像一个布满斑点的红皮鸡蛋。 可是, 他仿佛害羞时地喃喃着, 咱这地方离长白山好几千里, 他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他又是怎么样来到了这里? 众人都齐声附和着雀斑青年, 并把充满期待的目光投射到张古巴的脸上。 这个问题嘛, 他拖长了声音, 好像被这个问题逼到了绝境, 但马上他就提高了声音, 焕发了精神, 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个问题, 其实也算不上一个问题。 实话对你们说吧, 这匹狼是来找我报仇的。 他的话仿佛是一搓眼, 投进了沸腾的油锅, 人们的口里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声音。 他举起一只手, 向一个权威很大的演说者, 制止了人们的七嘴八舌。 你们应该看得出, 他用曲起的中指与食指的关节, 翘了翘狼的头, 说这是疲劳狼, 两眼昏花, 尾巴上的毛都发了白。 他起码有了三十岁, 狼的三十岁, 就是人的八十岁。 这是疲公狼, 一疲三十岁的老公狼, 就相当于一个八十岁的老头。 张三, 老伙计, 我以为逃回家乡就把你摆脱了, 没想到时隔十多年, 您又千里迢迢地追寻了来。 老张, 您的意思是说, 这匹狼就是当年那匹 被您铲断了尾巴的张三。 尽管我不愿意承认, 但我也必须承认, 我不承认就对不起这匹狼, 我不承认就埋没了这匹狼的光荣, 他满脸都是激动不安的表情, 眼泪汪汪地说, 其实我一进院子就认出了他。 这个魔鬼实在是太可怕了, 实在是太可敬了, 十几年里你让我做了多少噩梦, 从今之后我可以安眠了。 接下来, 张古巴大叔会声会色地 向我们讲述了这匹断尾巴狼的故事, 听得我们如醉如痴。 他说, 自从铲断狼尾之后, 坏运气就跟他结了不解之缘。 先是他的鹿皮靴子被嚼得烂碎, 然后是马车上的皮绳被全部咬断。 最后, 那匹被孙大爷视为宝贝的大青马 青天大白日被咬断了喉咙。 掌柜的生了气, 撵了他的电弧。 他说, 我背着铺盖卷走到树林子里, 大声喊叫着, 张三, 你这个狗咋种? 你有种救出来, 老子跟你拼个你死我活, 人暗中使坏不是好人, 狼暗中使坏也不是好狼。 山林里寂静无声, 只有风吹着树叶子哗啦啦响。 我知道张三就在树林子里藏着, 我的话他全部听到了, 并且全部听懂了, 但是他不露头。 我背着铺盖往前走, 这里待不下去了, 只能到别的地方去找饭吃。 掌柜的还算仁义, 给了我三十块钱, 算是我半年的工钱。 按说我给人家糟蹋了一头大青马, 人家一分钱不给也是应该的。 我沿着邻间小道, 向三叉子邻场走去, 听说邻场正在招伐木工人, 那时候我还没有小炉匠的手艺, 只能靠卖大力吃饭。 走在邻间小路上, 我的心里毛毛的, 总感到后边有脚步声, 可回头看看, 什么都没有。 走着走着, 忽听到树林子里扑朗朗一阵响, 吓得我三魂丢了两魂半, 定睛一看, 原来是一群野鸡在打架。 我擦了把冷汗, 继续往前走。 树林子里的小鸟叽叽喳喳地叫着, 一片和平景象, 我的心里渐渐放松了。 走到一处山泉时, 我感到口渴, 正想停下来喝点水, 就看到在前面十几不远的地方, 段尾八郎蹲在那里, 满脸冷笑地看着我。 我倒退着, 退到一棵大松树旁边, 扔掉铺盖卷, 就往树上爬, 段尾八郎飞扑过来, 猛地往上一窜, 差一点就咬着了我的腿肚子。 等他再一次上窜时, 我已经爬到了他够不着的地方。 我蹭蹭地往上爬, 一直爬到树梢上。 我把自己掉下来, 就解下腰带, 将自己绑在树叉上。 我坐在树叉上, 紧紧地搂着树干。 山风把树林子吹得乌乌响, 松树摇摇晃晃, 好像坐在船上一样。 我低头看着树下的狼, 狼仰脸看着树上的我。 就这样,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 我的肚子里呼噜呼噜地响着, 眼前一阵阵发黑, 如果不是用腰带把自己捆住, 早就掉下去, 被狼吃了。 狼也有点烦了, 它撒开我的铺盖卷, 往我的被子上撒尿。 我知道它是故意气我, 想让我下树去跟它拼命, 可我不上它的当。 别说你往被子上撒尿, 你就是往上边拉屎, 我也不会下树。 但这样, 等到何时是个头呢? 一天行, 两天还行, 三天四天都能挺, 五天六天, 饿也把我饿死了。 但我听人说, 狼可以一连半个月不吃东西, 这样凹下去, 最终我还是要死在他嘴里。 天磅黑时, 狼走了, 狼走了, 我也不敢下树。 我往四下里打量着, 果然看到在灌木壳子里, 有两只绿油油的眼睛。 如果我冒冒失失下了树, 正好中了它的间计。 熬到太阳下山, 月亮上山, 树林子里, 处处都是暗影子。 暗影子里, 仿佛有无数的眼睛在闪烁。 这时候我更不敢下去了, 这时我要下树, 即使不被断尾巴狼吃掉, 也要被别的山猫野兽吃掉, 长白山大森林里可不止一匹断尾巴狼。 这时, 山风停了, 所有的树梢都不动了, 月光把树叶子照得像涂了一层银粉, 野猫子在树影子里哇哇地叫唤, 我的心里一枕发酸, 眼泪哗哗地流出来。 我知道断尾巴狼不会轻易放了我, 心里一横, 我就是死在树上变成人干, 也不能让你吃了。 想到此, 我把自己更紧地绑在树上, 月亮升高变小, 但月光却更加明亮。 这时, 我看到一个特长的怪物从远处飞奔而来, 仅前时才看清, 原来是断尾巴狼驮着一个三分像狗, 七分像羊的东西。 跑到树下, 那个东西从狼背上下来, 后腿坐在地上, 举着两条短短的前腿, 那模样像一个袋鼠。 我心中大惊, 知道狼把被搬来了。 他特别对我们讲解, 说被食狼的军师, 因为前腿太短, 行动不便, 平时待在狼窝里, 由狼打食工养着, 遇到重大事情, 就由狼拖到现场。 他说, 被养其脸, 网树上看着月光照耀背的脸, 白白的像一块面团。 被眼也是绿的, 闪闪说说, 好像墓地里的鬼火。 他说,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全世界都没人看到过, 被我亲眼看到了, 说是坏运气吧, 也是好运气。 被网上看了一会儿, 与段尾巴狼碰了碰鼻子, 好像是交换意见。 然后, 被就把鼻子扎在地下, 发出了一种低沉的叫声, 呜呜的, 就像小孩子吹喇叭。 他说, 这声音听起来不大, 但传得非常远, 方圆百里的狼都能听到。 狼窝里的规矩是, 只要听到被的叫声, 不管多忙, 都要赶来集合。 他说, 大概有抽一袋烟的功夫, 就有三十多匹狼, 在大松树下集合了。 新来的狼都走到背面前, 与背碰碰鼻子, 好像晚辈进见长辈, 好像学生进见老师。 把这套礼节弄完了, 群狼就绕着树转起圈子来。 他们一边转圈子, 一边仰脸嚎叫着, 呜呜呜呜, 声音又尖又长, 连月光都在哆嗦, 幸亏我把自己捆在了树上, 否则非掉进狼口里不可。 他们折腾了一阵, 看到不能把我从树上下下来, 背酒出离迹, 让他们五个一波, 轮番啃树。 树下发出狼牙啃树的咔嚓声, 树梢在缩缩地抖动。 我朝着老家的方向祷告着, 娘啊娘, 而原本想闯关东挣点前, 回去好好孝敬您, 想不到却要在这里被狼给吃了, 那些狼越啃越起劲, 一片狼牙在月光下闪烁。 我心里绝望极了, 再粗的树也架不住三十匹狼啃, 何况还有背在旁边给他们出谋划策。 与其单惊受怕活受罪, 还不如让他们吃了利索。 想到此我就解开腰带, 正想往下跳, 就听到树林深处一声吼叫, 震得大地都哆嗦。 紧接着林子里响起了呼呼的风声, 刮的那些枯树叶子哗哗的响。 群狼停止啃树, 都看着背, 被用两条后腿支撑着身体, 三条两条跳到了断尾巴狼背上, 尖叫一声, 断尾巴狼驮着它就跑。 群狼跟随它们, 随风而去。 又一阵风响过去, 枯树叶子卷在小道上。 我看到一只金黄色的大老虎, 懒洋洋的, 一步一步的, 迈着比马蹄子还大的大爪子, 啪哒啪哒, 走到了树下。 我叫了一声亲娘, 心里想, 狼跑了, 老虎来了, 这下子更没有活路了, 它从怀里没出烟包和烟纸, 不紧不慢地卷了一只烟, 巴达巴达地抽起来。 怎么这了? 怎么这了? 老虎蹲在树下看了我一会儿, 就迈着比马蹄子还大的爪子, 啪哒啪哒啪哒哒, 走了, 我们蹲在杏树上, 长长地喘了一口气。 等到天亮, 一伙挖餐的人来了, 把我从松树上救下来。 我的腿弯着, 像螺圈一样, 伸不直了。 我的手指像鸡爪子一样, 伸不直了。 出了山林, 我一天也没耽误, 买了一张火车票, 就上了火车。 我坐在火车上, 还看到这个东西, 追着火车跑, 他盯着倒挂在杏树上的狼, 感动地说, 想得到啊, 想不到, 隔了十三年, 你竟然翻山越岭地追到这里来了。 狼怎么会知道你在这里呢? 雪斑青年好奇地问, 狗日的小金帝, 就你事多, 他好像很生气, 其实没生气, 压低了嗓门, 神秘地说, 告诉你们, 狗鼻子绣五百里, 狼鼻子绣一千里。 幸亏咱这地方 离长白山一千多里, 有他的鼻子闻不到的地方。 如果咱这地方离长白山不足一千里, 或是正好一千里, 乡亲们, 我哪能活到今天? 可是, 他为什么不到你家去找你报仇, 去到许大沈家来咬人呢? 这个嘛, 嗨嗨, 他咳嗽着, 说, 我经常坐在你大沈的炕头上抽烟, 留下了气味, 另外, 狼毕竟是老了, 鼻子不太灵了, 脑子也目了, 就像八十多岁的老头子, 身上的器官都不太灵了, 许大娘脸上的红韵更大了, 好像抹了一脸红颜色。 宝他娘, 都怨我, 给你招了火。 他说, 让你挨了咬, 让你飞了一朵柴火, 让你炸了一口锅, 还让你把炕掀了,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俺家也是该有这一戒。 你和宝, 孤儿寡母, 日子过得不容易, 我不能让你们白手折磨呢。 他拍拍狼头, 说, 乡亲们, 狼这东西, 全身都是宝。 狼皮, 做成褥子, 能抗最大的潮湿, 铺着狼皮褥子, 睡在泥里, 也不会得风湿。 狼油, 是指烧伤烫伤的特效药, 狼胆, 治各种爆发火眼, 比熊胆一点也不差。 狼心, 治各种心脏病, 狼肺, 专治五牢七伤, 狼肝治肝眼, 狼腰子治各种腰痛。 狼胃, 装上小米, 红枣, 用把关炖熟了, 分三次吃下, 即便你的胃烂没了, 它也能让你再生出一个心胃, 这个心胃, 连铁钉子也能消化得了。 狼小肠, 灌成腊肠, 是天下第一美味, 还能致小肠善气。 狼大肠, 用韭菜炒吃, 清理五脏六腑, 那些水泥肠里的工人, 吃一碗韭菜狼大肠, 拉出的时, 见风就凝固, 像石头弹子似的, 用铁锤都砸不破。 狼的肛门, 晾干, 严成粉末, 用热黄酒冲服, 专制制窗, 什么内制外制, 都要到制根段, 永不复发。 狼虽抛, 装紧莲子去顿服, 什么样的顽固阴尿症, 也是一副药。 狼眼智青光眼, 狼蛇智小儿口窗, 大儿结巴。 狼脑子, 宝中之宝, 给一根金条也别卖, 留着给板吃。 狼肉, 大补气血, 老冠东说, 一两狼肉一两身。 狼鞭马, 治男人的病。 狼骨, 治风湿性关节炎, 虽比不上虎骨, 但比豹骨强得多。 就是狼肠子里没拉出来的份, 也能治红白利己。 乡亲们, 你们买不买? 你们不买, 我就把它弄到县城里去卖。 众人看着, 好像拿不定主意。 老张, 卖什么呀? 许大娘说, 你就把它收拾了, 分给大家吧, 没被它咬死, 俺就磕头不歇了, 还想靠这个卖钱。 话不能这样说, 你家受了这样大的祸害, 总得找不一下。 再说, 这样的宝物, 有钱也买不到的。 算了, 算了, 许大娘说。 不能算了, 他说, 或是因我而起, 这事就由我做主吧。 我看还是把它弄到县城里去, 卖个好价钱, 让你们孤儿刮母过几天好日子。 既是这样的好东西, 肥水不流外人田, 许大娘红着脸说, 还是分给乡亲们吧, 有病的治病, 没病的补补身子, 也算俺娘两机点得。 他大审, 赵大爷说, 你同意把它卖给乡亲们, 就是积了得。 张秋, 把狼皮给我留着, 我出五块钱, 少了点, 但我这爸子年纪了, 你们就委屈点吧。 这话说的, 让俺脸红, 许大娘说, 赵大叔, 狼皮归您, 钱俺是不要的。 那不成, 赵大爷说, 你挨了一口呢? 我看这样吧, 张古巴说, 你也别一个钱不要, 你要是一个钱不要, 赵大爷也不会要狼皮, 三块钱, 我都担替你做主了。 这时, 一群苍蝇飞来, 围着狼飞舞, 发出嗡嗡的叫声。 众人催促张古巴, 古巴动手吧, 别让苍蝇下了区, 糟蹋了好东西。 肥水不流外人田, 张古巴不错眼珠地 盯着许大娘的脸, 说, 您这话说得多好啊。 都说头发长, 见识短, 我看您是头发长, 见识更长。 在众人的密切注视下, 张古巴从怀里摸出一把牛耳尖刀, 弓着腰, 开包狼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